今天早上的天气,我们首先来关心澎湖这边的天气状况了 其实台风已经逐渐走远了,但是可以看到 上方还是有一些云系水气,所以澎湖今天 还是会出现稍微的短暂的震雨 不过呢,整个整体的风力来讲已经是比昨天还有前天 都已经减弱了蛮多的 而且呢,沿海的风浪也会从今天的中午过后 就会的逐渐的变小,所以天气状况来讲 今天就会比昨天还有前天更稳定一点点了 那台湾这边的方面呢,因为受到整个偏南风的影响 今天各地区都会出现午后雷震雨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都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气象局发布的大雨特报 可以看到大雨特报的范围就是集中在整个南部地区 因为受到偏南风的影响 今天一整天都会出现零星的午后雷震雨 尤其是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今天的话,各地区的午后雷震雨都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么提醒大家了,今天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但是天气状况已经回复到夏季典型的天气了 所以温度上的感觉还是会比较热的 再来看到今天的温度方面 其实高温的话还是会有33度到35度左右 天气状况还是感觉蛮热的 那么中午的时候还是会出太阳提醒大家 今天紫外线很强,防晒工作都要特别的做好 那么白天的话天气稳定 但是中午过后热对流旺盛一样会下雨的 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雨伞也是要记得带在身上 那我们再来关心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水灵关心北部地区 基隆台北市新北市28度到35度 降与记率是60%到70% 再来桃园新竹苗栗地区28度到34度 降与记率是60%到70%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27度到34度 降与记率是50%到80% 高雄彭湖平道地区26度到34度 降与记率是40%到60% 宇兰花莲台中地区27度到34度 降与记率是30% 那今天星期五我们来关心旅游天气 好农民力的部分来关心一下 今天的话其实已经来到了农历的6月29号了 那么今天饭中的朋友熟兔40岁还有64岁的朋友 今天做事情的时候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哦 那么今天适合做的事情呢像是嫁娶 开始还有出远门今天都还蛮适合的 不适合的事情像是祭祀还有入宅 今天就比较不适合了 那一样提醒大家 今天天气很热 中午过后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这一点也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燕迪